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北京天坛的圆秋一直是白色的 不过,在最近播出的文化体验节目《遇见天坛》中 天坛圆秋曾是天青色的一度引发关注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近日,记者找到天坛公园管理处文言室主任林东升 揭开其中的奥秘 当时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 嘉靖皇帝盖的蓝色的圆秋 明朝的各种史料记载,见圆秋坛的时候 就是说的是坛面集蓝板,接附蓝琉璃 四出壁,四出壁就是四个台阶 然后白石出枝,白石出枝就说台阶是白的 林东升说,在古时北京,紫禁城中有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瓦 皇子居住的南三所采用绿色的琉璃瓦 皇家藏书楼文渊阁则用黑色的琉璃瓦 唯独天坛用的是蓝色琉璃瓦 象征天这种天蓝色,咱可以叫天青色呢 是直接只有在天坛用 皇帝呢,在故宫里头也好,是皇瓦的地方也好 它是象征皇权 到了天坛呢,它是上这来磕头,来祈求五五风凳的 所以它表示对天的尊敬,它就是特定了这么一种颜色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料中的蓝色圆秋只停留在研究人员的想象中 而这样的想象终于在2002年得到了证实 这年四月,圆秋东侧的柏树林草坪正在铺设浇灌管道 过程中,工人挖住了一批天青色琉璃构建 其中就有这块保存较为完整的天青色琉璃砖 它是一个扇面的,这头小,这头大 就像一个这么排射下去的 然后你再看这面呢,它是弧形的 这面是弧形的,弧形就是下一层,下一层,一层一层往下小 这种的歇面呢,都是什么呢 都是为了,这个面是冲上的,都是为了它摆放整齐 然后才做的这么一个歇面呢 为何认定这块砖就是来自圆秋? 林东生说,首先,砖的造型不是方方正正的 而是带有弧度,显然不是大殿中用的砖 而是用来铺成圆形平面,这与圆秋的形状相符 其次,古人施工废料都是就地掩埋 这块砖出土位置离圆秋很近 第三,砖上残留的蓝色右面与史料记载吻合 这就能证明从明家境一直到清乾隆间的约220年中 圆秋都是天青色的 此后圆秋又为何变成了白色? 原来,在公元1749年,因祭祀的先祖越来越多 乾隆帝决定扩建圆秋 于是,天青色的琉璃瓦变成了白色的青石 自此次改建后,圆秋未在经历大规模的改建 人们今天看到的白色圆秋也正是当年修建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